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们开始关心 这家年销售额过千亿的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在干什么 它的领军者是谁 它会以什么方式影响我们的生活 甚至改变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格局 好 马上进入今天的中国经营者 招商新规抬高了准入门槛 此举引发部分中小卖家的不满 他们甚至以网络攻击无辜大卖家的方式 与淘宝商城对抗 它的商品被恶意的购买下架 应该整个互联网界基本上都没有碰到过的一个情况 这一次事件被媒体赠名十月围城 它所引发的风波甚至引起中国商务部的关注 这个十月围城的事件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确实那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 七天后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和阿里旗下淘宝商城CEO张勇 公布善后意见并向公众致歉 这也几乎是张勇第一次公开面对媒体 这个在马云深策被推上风口浪尖的张勇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管理着五万网络商户 涉及上亿消费者的CEO 又将把他的公司带向何方 你在2011年最后一天转发了一条微博 说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 有些官只能一个人过 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当时经历了什么事情 你会对这句话那么有共鸣 确实很多事情 你作为主角你必须承担 你应该承担的责任 而且你要去过压力也好 砍也好 你都要自己去走 张勇天猫CEO 1995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 先后在安达信浦华永道和盛大 做金融财务工作 2007年 他空降淘宝网担任首席财务官 2011年淘宝商城独立 后改名天猫 张勇出任首席执行官 从财务高管到公司最高领军者 张勇面对的不仅是级别上的跨越 更是能力上的考验 早年曹国伟做新浪的CEO的时候 马云曾经说过一句话 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CFO做CEO 可能他觉得做财务官的人 更注重风险控制 更注重成本控制 他可能在战略上会比较保守 那么你觉得马云让你从CFO的位置 换到了CEO的位置 他看出你身上的什么特点 我引用以前有一个电影 叫《巴顿将军》 《巴顿将军》里边有一个Brady 一个四星上将 就说我和巴顿的区别是 巴顿打仗是因为他爱打仗 我打仗是因为我被训练成去打仗 我可以说我过去的十几年的工作 是一种外在训练的结果 但是其实在我当CFO的时候 我一直的信条是说 一个不理解业务 不懂得战略和执行的CFO 不是一个真正以上的CFO 把CFO当成管钱的 这是一个很狭隘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想在从马云这边 我想经过这么几年 我们的一起工作 我想他对我的这个特点有所了解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想最终他把我放到了 现在这个岗位上 一个CFO做CEO 他从一个具体管可能管一块业务的变成了一个总管 挑战相当大 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大挑战在哪里 最大的挑战就是你要敢于做决定 和你要放弃寻找最完美的方法的这个本能意图 因为CFO是要算得很清楚 这个我投入这点资源 我要获得这个这个回报 但是作为一个CEO 你面临的很多问题是 他不是量化的 能够解决的 包括像现在天猫 他要推广他的品牌 他要花很多钱 利用各种方式来推广他的品牌 这个时候作为一个CFO的角度 那就是市场费用 它是个费用 但实际上作为CEO来讲 看这个东西绝对是个投资 它不是个费用 因为它对未来产生收益 所以这个看的角度会完全不一样 2011年新冠上任的张勇 刚推出他的改革新政 就遭遇了十月围城 事后他承认 忽视了部分新商家的利益 并对他们承诺了一系列的优惠 和资金扶持政策 我们对于这个淘宝网 中小麦下的很多的激励政策 我们很快出台 2012年初 天猫新政顺利实施 没有再起波澜 掌管这么大一个业务 特别是一种创新型的业务的时候 你需要的是一种决定的果断 这从我个人来讲 是我过去两三年 刻意去改变 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其实你会发觉 是没有一个所谓完美的方法 特别是在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候 是的 有时候撞了南墙 你才知道这个结果 所以就是说 但是我过去的训练 是我被训练成说 你必须要找到一个最好的确定性 和一个最好的完美的方法 但是你会发觉一种解决方案 它本来是不存在的 有很多的事情 并不是那么逻辑性 随机应变 你需要一种灵感和一种感觉 或者说 你说是商业直觉 商业直觉 这个时候有几点 第一点 你问我为什么 我是说 那你就得信我的直觉 第二点 我觉得非常重要是 一个创新型的团队 没有时间和耐心 等待一个完美的方案 最终你会发觉 也许你的选择 不是完美 但是最后应了一句老话 就是条条道路通过 但实际上 其实不存在最聪明的方法 这是目前 中国最大的几家电子商务网站 去年的销售额 紧跟在天猫后的京东 苏宁易购 当当的均处于亏损 或者微能力状态 电商之间惨烈的价格战 使得整个行业 都处在烧钱的困境之中 去年 紧随天猫之后的京东商城 再次融资15亿美元 苏宁集团 也加大对苏宁易购的投入 对手步步紧逼 价格战越稳越烈 资本市场对电商企业 一律重重 张勇新官上任 大环境就先给他烧了三把火 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 电子商务的价格战的问题 对 因为他们在低价上 低价上面是一直在做得非常狠 而且利用价格的优势 进行跑马圈地 那我在想说 天猫会不会不可避免的也被 拖累进去 首先对我来讲 我 没法陷入到一个价格战 甚至我不具备这个条件 为什么 我没有定价权 天猫和京东商城苏宁易购等其他电商的区别在于 其他电商相当于传统零售业中百货公司 自己买货卖货 而天猫则相当于商业地毯商只负责出租贵地 我跟很多商家讲这句话 在我看来 对于商家来讲 不讲原则的低价最终必然造成低质 低质必然造成更低价 你说这是生产商是不可能的 对 收入降低 那我只能把支出也降低 那就成本也降低 成本降低 那无非就几个 用好的料子的变成用差的料子 对不对 用户选的这个好的价格的核心 是因为背后的东西是可以 在东西质量不变的情况下 当然每个人喜欢越便宜越好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度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说 整个价格商业的基本规律是低买高卖 就是你才有个竞销的差价 这是一个企业进行持续经营的一个 最基本的逻辑 没有一个企业可以完全长时间的 做到这个倒差价的一个做法 倒差价的做法 其实里边含了一个赌博性的一个判断 我通过这样的倒贴 我吸引了用户 当用户在这里以后 我就不用倒贴了 因为他们不会走 对不对 形成垄断以后 形成垄断以后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前提 但这个市场 核心的问题是这个市场能形成垄断 在这么一个开放透明的互联网环境里边 我曾经跟线下超市的一个老总聊天 然后就聊到类似的问题 我说这个怎么看用户忠诚度的问题 我说你这个每天 每天早上搬车下来 一群老太太 哗冲进来买那个便宜的鸡蛋 我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他说 他说 我说这些老太太对你有忠诚度吗 他说没有任何忠诚度 但是这个销量可以跟投资商来溢价 我觉得 这个 不要低估任何人的智商吧 这个 做投资 做专业投资的投资商 如果 在这个问题上 都长时间的搞不清楚的话 那他是不qualify 所以事实现在证明 最近半年 整个电子商务进入到一个资本的寒冬 就是因为大家慢慢搞清楚了 我曾经说 上一轮 我们称为泡沫的过程当中 最高兴的是谁 最高兴的是 门户 媒体 所有的资本市场的钱 最后都变成广告费了 都去那了 所以这个时候 不应该投电商 应该是去买 那个媒体的股票 他们才是稳赚不赔的 因为我觉得 是不是有这样一层逻辑在 就是 他再低价 也低价不过品牌商的 直销 而在你这儿 这个直销是可能存在的 在他呢 他怎么知道也是一个经销商吗 对 就是说他 是有这些逻辑 这逻辑成功 我不知道 我真是跟你 对 所以任何卖货的外部的平台 或者这个网站 对他来讲 他是跟所有天报上的商家在竞争 他不是跟我在竞争 所以你也欢迎 如果他愿意 对 所以我们去年在 八月份吧 我们这个公布了一个开放平台的一个策略 现在我们有大量的 大家熟悉的这个外部的B2C的网站 在天报都有电 他也在我这卖电器 在我这卖奶粉 卖其他产品 马云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 叫做拿着望远镜也找不到对手 那么在你的这个望远镜里面 是不是已经完全充满确定性了 你看到的都是一片光明的前景 我觉得这个行业里边 你当然能看到别人存在 我眼睛里肯定有别人 不会只有我自己 但是我这样讲 我觉得整个天报的未来 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做正确的事情 和少犯错误 你做事你就要冒犯错误的风险 但是你要尽量的少犯错误 我其实特别想知道是在你这望远镜里面 你看到的让你睡不着的东西是什么 我经常做的事情是我作为一个用户 而不是作为这个平台的工作者的心态 去看这个网站 去选东西买东西 你的感受会完全不一样 就是你真的用一个用户的心态 去看这件事情 有他的这种焦虑 烦躁 然后爽和不爽的地方 或者你是个用户 或者你是个商家 你是个商家 你在这么这个土壤那边运作 你会有什么行歪了 就像你前面问我的很多问题 就你会有什么问题 使这个商家睡不着觉 就是你换位思考 就商家睡不着觉 或者消费者睡不着觉 困难的地方就可能是你 对 要解决的问题 是的 有个危机 对 除了天猫之外 目前国内几大电商 京东 当当 凡客等 都拥有庞大的自建物流体系 对于电商平台而言 失去对物流的掌控 就等于失去了服务客户 最重要的抓手 马云也曾多次表示 我们可以预见 淘宝一年可以做一万亿 但是做不到四万亿 主要原因就是物流 然而 由于自建物流系统 巨大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淘宝网选择开放战略 让网络卖家自己 与快递公司对接 但2011年1月 情况发生了变化 阿里巴巴集团 正式发布物流战略 宣布将投资两到三百亿资金 逐步在全国建立起 大型仓储体系 而肩负组建重任的 正是天猫CEO张如 我们说说物流的问题 物流的问题很有意思 因为淘宝之前 也有这个同样的物流的问题 但是淘宝并没有 下决心要去 用它的平台力量 来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到了天猫这里 就需要你来出手了呢 很重要的一点 还是我说的 这个服务的确定性的问题 就是说服务的确定性里面 含了物流服务的确定性 淘宝发展的这八年 和中国快递行业发展八年 我一直认为这两件事情 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因为商家是分布在全国各地 消费者也分布在全国各地 所以需要一种网络型的 这种递送结构 递送管理结构 这就是现在快递公司的 基本的业务结构 就是一个网络 一张大网 无非就是说 它是个全国性的网络 但是B2C的发展 你会发觉 它从业态来讲 跟C2C有一些明显的区别 它的区别是 它不是一个网状结构 它是一个星状结构 你可以把每一个商家的 所在的位置 看作一个星星 它这个点上一天要出去 就像光芒一样 要出去N到光芒 是一种辐射源的概念 而这个时候 它所需要的这样的一种 物流的物理的配置 就不完全是一种 网络的概念 就是说原来的快递行业 是重揽收 就是说快递行业 看重的是 我能够揽到多少快递邮件 因为这就意味着生意 它看重揽收 对 它看重揽收 它相对不那么看重派送 因为货已经揽到手里了 揽到东西 比送到更重要 但是同样在B2C的里面 你会发觉 你接到一个B2C的客户 也许一天你揽 一千件包裹 这个时候揽收 不是不那么重要 而是说 考验你的是配送的那个能力 对 考验你是配送的能力 所以如何来建立 适合于B2C发展的 以后的 形成的新的业务格局 就变得非常关键 为了满足商户的配送需要 目前阿里集团正在东北 华北 华东 华南等七大区域的中心位置 买地建仓 每个区域的仓库占地 都在百万平方米的规模 仓储为什么是你们认为的一个瓶颈 仓储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B2C首先它是一个星星 这个一个星群 一群星星 每个B都是一个星星 它有一个发散的功能 它一个辐射消费者的功能 那么这个时候与之相配 你在仓储上也需要有一个星群 一群星星 为什么不能用社会化的语言来协作呢 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说中国很大 中国也不缺土地 但是核心的问题是 在于在商家集群 在产业集群聚集 关键的位置上 适合于做仓库的土地 是有限而不是无限 你与其让商家 自己单独地去准备这些资源 还不如你能够整号一些资源 你知道这是一定商家要的 你能够提供给他说 在上海的什么地方 在北京的什么地方 我有这样的一些物流设施 一些仓库能够提供给你 你能具体说吗 去年的双十一 那一天是个网购狂欢节 这个一天有 我记得是两千多万的包裹 一天 因为大家都可以理解 整个的物流供给能力是有限 是恒定的 你短时间内不可能膨胀那么多 那么你如何在短时间内 消化掉这样的一些包裹量 这时候资源配置就很重要 就是说这个地区 这家物流公司 它的运转能力 到达什么程度 你需要把这样的情况 更多的让商家知道 让商家能够去选择那些 还不那么饱和的公司 然后让这个运转 更有效的运转起来 所以你就作为一个信息的 中间的协调者的一个角色 对我们有这里边核心的一点 其实就是通过这个数据的变化 流量的变化 业务计划的变化 能够事先来准备调动和准备 整合这个社会化的物流资源 能够使这两个更好的配置起来 在你眼中要打造好未来的话 还有哪些没有做而必须你要做的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说 怎么样能够服务商家 能够让他更好的整合整个供应链的体系 比如说很简单 商家怎么来了解整个的趋势 怎么样来备货 备货能够有具体的指导性的意见 我应该备什么样的货 你说的是数据库分析 对 就是说数据库分析的结果 能够对它的供应链 能够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或者是一种定制化的生产 对 就是说你最终你是用前端 所谓我们曾经有个提法叫 我们认为最终是C to B 而不是B to C 这个句话的核心是 最终我们认为消费者的力量和需求 会通过互联网 更有效率的反映出来以后 就影响到整个产品的价值点 传统的工业时代是 这个B生产了一堆产品 我有一百件衣服 你就看着买 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对 而C to B是说 你需要这么样的衣服 我根据你的需要 我来生产给你 其实现在作为 无论是新兴的互联网的商家 还是说传统的商家 进入到电子商务 他们对于整个 电子商务上的特点 造成的对供应链的改造 其实还处于一个启蒙阶段 未来有大量的空间 和大量的需求 那么在这个中间 我们如何来帮助商家 来做好这样的 帮他提升这个能力 最后是一个大的问题 你觉得 你希望在未来的 这个中国商业版图里面 你或者天猫 去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我觉得我们是希望 最终天猫成为一个 网络购物的一个地标 就像你到上海 你想逛街 你会去许家会 去会滑海路 你去香港 你会去铜锣湾 你想到网络上来看一看 本能的想到 我知道这里是品牌云集的地方 而且品质服务都很好 我看的也很爽 买的也很爽 仅此而已 天猫所在的阿里巴巴集团 一直是中国电子商务的 急先锋 虽然去年 因为支付宝的股权问题 和十月围城事件 阿里巴巴和马云本人 经受了前所未有的 工薪力危机 但从本次采访中 我能感觉到 他们布局未来的步伐 并没有放慢下来 不就以前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 香港上市公司 已经向香港证监会 提交了私有化申请 采访时张勇也告诉我 天猫肯定不会单独上市 但不排除集团 未来整体上市的可能性 如果阿里巴巴 真能够整体上市 它旗下各平台之间的 协同效应将更为显著 中国电商市场的竞争 也将更加激烈 好 感谢收看本期 中国经营者 我是曾杰 咱们下周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